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节目要告诉大家一个适合全家出游的好所在 这是最有人情味的南台湾 高雄内门 高雄市内门区因地形特色 当地生产的龙眼 凤梨 枝多肉甜 融会创新研发的龙凤酥 香Q的龙眼肉搭配金黄色的凤梨酥 让口感既有层次又丰富 是当今奔手里的新宠儿 因为我们来温是一些较缺水 就是青花园的地震 所以这个鸢鸢出来 它的肉比较厚 比较硬 所以它比较大 这个盘秋泥用龙凤酥 就是用我们在地龙凤山 这个金钻十七号的龙来 来做龙来的鸭和龙来的果干 还有我们这个营营 所以这个龙凤酥做出来特别香 特别Q 大家吃着都旺族成龙成风 罗汉门为内门的旧称 亦是内门区农会的专属品牌 本区农特产非常多 除了凤梨 龙眼 藩石榴 当地采集的龙眼花蜜 更列入农委会百大精品 所以在这里采集的鸭鸭花蜜 起来的鸭冬和鸭鸭 就会更好 除了龙凤酥 内门的另一项亮点就是火鹤花 白的 粉的 火红 品种琳琅满目 让国外消费者也大开眼界 更是台湾加入世界梦义组 WTO以后 最具外销竞争力的农产品 日本市场是我们已经经营很富的市场 比较新兴的市场 比如韩国 中国大陆 我们慢慢是要把这些火 引导其他国家出去 目前我们内门区农会这 就是已经准备到龙岐厂家 要寄转一些龙岐厂家 繁殖材品牌 可以去诉求种植 我们国产的火候花 因为我们这么多农民 这么认真的经营来问的火候花 目前在国内市场 是有相当高的评价 大家认东西来问成才会是最漂亮的 在欣赏美丽的火候花 挑选伴手礼龙凤苏之后 该好好地填饱肚子了 素有台湾食神之乡的内门 乡内拥有合格厨师执照的乡名 也有150位左右 可说是全台湾棕厂 分布最密集的乡镇 今天这个棕厂棕厂 为什么要这么多 就是过去早年 我们团营物组生二月 龙力二月到三月之后 几乎几乎都带人去圆生 就大家都做一个外汇的土地塞 中泡塞 所以就会慢慢地圆 认识说这种棕厂就是这么多 这个行业我可以说 加热好三十多年三十一年 所以说我们是做孩子的当中 我们就是都在这里看到 我们的老一辈 老一辈的时候 就都来做到一些地方 农会今年过年举办年初二回娘家版杜活动 结合内门当地食材 与棕破塞百年的厨艺精神与文化 邀请全台民众来内门团聚过新年 在这个赤鱼这一天 大家想起一趟 在我们这个管理博主廟这个厨堂 大家来品尝 我们这个在地 要有我们这个中泡塞的料理 用在地食材来做 让大家这样 可以直接迎春祈福 结合到这个办法这个文化 提供一些我们地方的 一些浪山品 用我们当地一些浪山 和这个地方的厨堂价 来应用来做出好料理 设计 会和以前古代味 传统的菜类 除了这些 来到内门 还可欣赏 蕴含丰富民俗文化的宋江镇 邻近的齐山老街 美农民俗村 来一趟乡近之旅 找寻自然的生活勇为 带着满满的能量 继续迎接新的一年 买以兰富人 买奕 买荣 买荣 环符 买荣 买 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